大家好 我刚才正录这个视频 四季家庭之旅方面 我都是一个失败者 但录的过程中被打断了 所以现在我重新录一笔 我为什么要聊一下这个话题 就是因为今天我 碰到一个年轻的同事 他告诉我他已经是交受不倒了 他说他已经躺平了 我说你都已经功成名就了 还是躺平了 我副教授这么多年还是副教授 所以我就想聊聊这个话题 就是在事业方面 都是一个失败者 在家庭职业方面呢 也都是一个失败者 在那个上大学之前 当年我都是一帆风顺 是吧 因为我总是班长的成绩最好的 是吧 学习方面相当于坚持 经常是第一名 然后从大学高考 然而我的人生就 不断的遭遇失败 第一个失败就是高考填滋味 一开始我填滋味 准备填的是清华负担 南大是吧 当时百民百清华南民就负担嘛 当时上海交代还不行 上海交代给我感觉还不行 所以百民就是最好的清华 南民最好的有负担 南河还江苏本省的一个南大也不错了 我本来的停支运的计划是这样 我们那个时候高考 是先停支运 停过支运然后过了大概 几个月或者两三个月吧 可能才高考 不像现在是先高考和停支运 后来就是这个过程 停支运的时候 这个时候一个交道主任 临着交道主任 然后派人去把我找到那个办公室 以前我和交道主任 就是知道他是交道主任 我们没有过任何交流 但那天他莫名其妙把我喊进去 然后说我要比别人高 70分80分才能和别人竞争 不是7分8分 而是70分80分才能与别人竞争 他就把我叫进去莫名其妙 说了这样的话 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走去他的办公室的 然后我听到这个相当于一碰冷水 从头扑到脚嘛 然后所以我就很拘翁嘛 就是第高考就感觉高考迷迹着 本来我满腔的请的 准备考一个好学校是吧 然后公中药主 然后被他这一说 我就对高考都不想考了 其实我很恐怕天天晚上 然后就是一个人在丹康面前呢 就是到处闲光 就是想想这件事 也没告诉父母 任何人也没讲 后来想来想去 我说还是要高考 不然这个怎么回乡呀 倒是村里人不要比村里人笑话嘛 不但笑我更要笑话父母嘛 本来我都是在当地的我们那个镇长都很有名的 是吧大家都知道我在那边呃 呃成立上学都是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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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如果考不上大学那不很凉啊 所以我后来想 哎 就找一个差点学校吧 反正这要弄个大学就行了 所以当时也怪我没有把这四个加点了数 后来我就把资源呢改了 改成第一 就停的是没停出过的 就是感觉很差的学校 很普通的一般的学校 就是没停出过的不好的学校 然后我就本省不要停了 都停外省 最后就找 然后看到哈温 看到哈温鞋什么零海雪 什么哈温那边也很 坐火车啊还有雪啊 我就想坐火车看看 北方的学也不错 然后我就随便停了一个 叫哈温工业大学这个学校 也不知道是什么学校 不知道 反正就是感觉很普通很差的一个学校 然后第二个资源 湖南大学 湖南是毛泽东的故乡嘛 我就到毛泽东的故乡去看看 因为当时我很崇拜毛泽东的 所以我就停了湖南大学 第三个我就是说停江州省 停了一个阳泽示范区 这样把三个字位就停成这个了 后来就是过了几位 两个就是高考文字又回去了嘛 两个后来就到通知中 通知说我母亲拿到这个哈温大通知中 两个领受了那些病了 当场就把我打骂一顿 所以我怎么停到这么远的学校 因为在我母亲看来 我不是清华也是南大学校 然后我现在停到这个学校 他们根本就没听出过 所以我母亲就很不开心 很不开心 很不开心 反正就是 反正我母亲就很不开心 当年我也是 以前很长时间 我母亲这样 我也知道这个学校不好嘛 后来很多年之后 然后我在增江一个学校工作 我们高中的一个同学来找我 然后他住在一个 市政附近的一个科技乐附近的一个酒店里 然后我就骑车到他那去玩 然后他刚刚喜欢找两个人说 然后说不知道怎么说的 我另外一个同学说 那个同学他就是当年什么资源田南大 我听他说当时推进他南大的 我一听他这句 然后就这句打论了 我说什么 他推进他到南大 他说是的 他说你不知道吗 把学校推进到南大 我说我不知道啊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我就立即影响了 当年交道主任后 我说的要比别人高70分80分 我就影响可能这个成立的人 可能当时推进名额我觉得应该是我的 可能他们给了成立的这个同学 是不是因为怕我有想法 是不是要给我提前打一下预防针 怕我知道这件事 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过了20年之后 我才知道有推进这一回事 如果他当年不把我交到他的办公室 说这一番话 那我肯定还是按照我正常的田 清华 福山南大 那这三个学校肯定有一个能录取 我就不会录取到那种 我们江湖人根本没听过的所谓的什么 哈温公益大学 这什么破学校 根本也不可能录取到这个学校去 所以这个高考停滞运 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生的转折点 他就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而且这个命运的改变完全是因为交道主任的 把我喊去说了这番话 他如果不说 那我肯定就是清华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班上一个比如第2是几分的同学 他抱了清华 结果清华没不取 比如清华把他转到了负担 他就到了负担去 我们班的一个同学 他也是农村的 他总是在班上排第2 我总是排第1 就是稳的我都是班上第1 群校 当时群校第1个学得半年 我是群校第2名 第1名是一个成立人 后来呢 后来我就始终排在第3名 为什么呢 那个第1名第2名 第2名和我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 和我名字差不多 他们和第1名那个成立人 成立小爷是第1名 他是第2名后来 除了第1个半年 我是第2名 成立的是第1名 其他的我居然排在第3名 还一次我特到5-6名 但正常我都是群校第3名 全校第1 第2名的那个班 怎么弄 我不太喜欢 因为总感觉他那个 他因为每次那个化学 化学 他是化学叫我们化学 他也叫了第1名 第2名 那个班 每次我的化学感觉 我觉得我这90只应该 要90大几分 难道他每次都 这里可以分 那里可以分 结果把我刻的都要低于90分 这个我始终想办明白 为什么 我明明90几分 95分以上 或者什么的 他每次都不让我去 达到90分 总是这里一分一分的刻 所以搞到我对化学 就很不开心 有的时候我一个很很小人的想法 是不是因为怕我把那个第1 第2名给占了 不是第1名拿不到 是不是第2名 他怕我和他们班上第1 第2名两个竞争 所以每次把化学成绩压到那么低 这个可能是我小人之间的 我也搞不清楚 所以这个高考也说有一个示意 就是影响了我的一生高考停滞力 如果我进了清华 因为我肯定超过清华二十几分了 如果我停了清华 肯定进了清华 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了 这是一个 然后后来现在讲后来工作 工作之后我多了博士 多了博士到这个单位 当时我们到这个单位的时候 我们这个学院叫星空学院 这个我是第2个博士 前面还有一个 实际上可能第3个 前面还有一个博士 来了之后就走了 就当时博士在整个学校里 就没几个 就非常稀奇的 所以当时 所以能读定我们很真正的 包括老师 就是呃员领导 博外的院长也说 哎呀董博士 我也读博士 啊 当年这个和我讲话的呃呃 院长 后来他很快就是教授不到了 我还呃呃 然后去回到学校去到学校工作 那么一去就是副教授 因为当时博士很少 一到学校 其实这些认定副教授 我到这个呢 他不是认定给我一个什么 想这个副教授的待遇 其实不是副教授 想这个待遇 过了他妈五六年 才折腾 才让我平常一个副教授 哦这个五六年 呃 我的那些博士班同学五六年不到 早就是教授了 就是没有几个不是教授了 当我平常副教授 他们都不是教授了 两个很多都已经是不到了 什么南行南大 什么 就南大的那个可能他是副教授 其他的都是教授不到了 你看 当我在 韩米平常副教授的时候 他们都是已经教授不到了 本来我到这个单位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差的单位 确实很差 这个单位当时 因为我刚来这个单位的时候 这个学院的时候 这些老师都不写论文的 就是写一些小文章 也是那种不论理论小文章 什么集中之世界啊 或者什么 什么 反正就是那种提不上 提不上嘴的 那些小铺期刊 不是正规的期刊 最多也是就是 就是 呃 呃 法兰文为了平之称 他们其实是很差的 期刊的文章 两个 这些文章的这些老师 但后来也 都在这 博士 在这研究生 两个他们很快 成了教授了 我还是 副教授还不是 是吧 或者是刚副教授 所以这个能比能吃死人 是吧 就我来的时候 他们都不会写文章 现在是把他们各个 各个都成了博士 成了教授 成了博导 成了博导 我来的时候 那是现在的这个单位的很多教授博导 现在是小年轻人都成了教授博导的 我来的时候他们都在 刚读研究生 有的还是本科生还没读研究生的 然后我上课的时候 有的来考上这个学校的研究生的 来补修一下我的数据机构课程 当年他们都不来听的是研究生 这些研究生 他们现在都已经成了这个单位的 教授部导演导了 而我呢 当然现在还是副教授 所以现在都是小孩 就是当时 当时他们还是学生 本科生一个生 而且还是很一般的学校的 本科生一个生 现在他们都教授部导了 所以患上任何人 心里都不会平衡了 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说 我实际上是一个失败的 然后后来因为我2010 1001年因为一个校长说嘛 说我评证教授的时候 说我的论文只有一个住宅 就因为他一句话 我在全校少了两票 当时整个基础议学科 没有任何最为一个人 申请证教授 没有任何竞争者 就是我以为稳超生确的 就像我当年考大学 考上清华 清华 负担 也是 不说贪囊取悟 也是基本上稳超生确的 结果失败了 同样这个正教授 我也以为稳超生确 我基本上认为 就是肯定了 100%的教授了 但结果呢 因为这个校长一句话 我少了两票 然后呢 那些 我学院的那些领导 据说也没帮我讲话 然后那些领导 和我说 不能帮你讲话 为什么呢 一讲话反而不好 反正不管怎么说 就是因为这个校长一句话 我两票没了 所以证教授没屏障 所以我一气之下 这也不剩下什么支撑了 因为拼支撑 就是比这些人晚 是吧 他们制定规则 他们把他们的地址 他们的一伙的人 低头蛇 他们全弄成教授部门 弄成为领导校长 所以我就算了 就失败也失败吧 就是大不了 我以前就是副教授 我一辈子就副教授 也没什么 所以我就想开了 我也不申请什么项目 也不去写什么论文 什么申请奖的 全部和我无关 就是我从那个时候 2011年 我就把自己当成一个 退休的人了 我在这个单位 就是除了上课 上文课 我其他的都不管 都说我不管 随便什么勇于讲 我都不参与 这是这个是单位上面的 也说是也是一个失败者 然后呢 在这个方面失败了 我就想这个 请很少啊 因为因为每一个科研项目啊 每年那个全部的晶替 那个工资啊 我只能拿个65% 因为剩下35% 或者30% 反正我不知道多少 就是扣掉了 我肯定拿不到 因为我不完成任何科研项目 没有任何项目经费 所以我的收入 30%到30% 我就都没了 那么我的收入就少了 那是做科研项目的人 他们每年有几百万啊 国家的项目 国家自然金啊 什么之类的 他们可以弄很多钱 是吧 这个钱 他们可以用了各种各样的消费 我就不说了 这个大家都懂了 所以他们就很有钱了 我就很穷 所以我就想 我 我不能这个 在这个单位失败了 那我能不能搞一定复位 专利金呢 我就想做自媒体 从2016年 17年吧 还是18年 反正这个左右 就开始做自媒体 在b站上做 然后在youtube做 什么做 做了很久 还是失败了 说明我在自媒体方面也不行 这个说明我在自媒体方面的能力也不行 或者说 去反这个吸引力的东西 是吧 当年可能还和那个 房屋墙有关 为什么呢 因为够外 youtube上面的够外的学生 不大看我的这个交据视频 而够内的学生呢 也看不到 还有当年我也不会宣传 那包装 这些可能都不行 反正自媒体这个事情也是失败 是吧 所以我感觉这个 从考大学之后 下面都不逊 处处 是一个方面都失败 当年如果我到上海交大去 就是副教授 那我可以在上海有很多机会找副位 上海的单位太多了 你随便可以找一个副位 因为我当时2000年左右 在上海一个公司工作过一阵 然后那公司一个 华东理工的一队夫妻 当时一般的公司也就 工资也就是一二百块钱 二百块钱左右 但是他们在那边一个月 每个人都有三万 就是副位就可以挣很多钱 他们是大学老师 两个平时就在外面公司里打打工 实际上 他老婆就住在那 没啥事维护网络 其实他老婆也不是中国人 对中国人也不懂 也不懂 帮一个支援厂维护网络 一个月也有万八块钱 他也是的 所以当时在我看来 这个情太多了 为什么 因为他是在上海 上海的机会太多了 但是我当时就没有到上海 因为到新年所在的这个铺区校 以为能够成为将军 职务里成为凤凰的 但是哪知道 卫士小的单位 你越来的那个 他的这个地头蛇 是得更加那个 更加不达那个 反正不好混 所以找找单位还是要到大城市 不能小城 卫士小城市 他这个越黑 当时上海交代可以去 航天局也可以去 是吧 上海交代我讲什么 是我同学 名是我师兄 比如早一年到了上海 叫他直接去 去的那个师兄 他面试我了 他说我可以过来 只要我想过去 后来我就没肯 就是 为什么呢 因为是我老婆反例 我老婆 搬移到上海 我老婆说你到上海 我就在镇江 这样就两年分居 我就说这样不行 然后现在这待会 解决艾伦工作 还给一套房 看上去这个待遇非常好 去 我想在这里可能压力也小 我跟那个老师也说 上海压力大 当天还上海海运的 那些需要也要我了 我那个 布斯基安老师说 上海压力大 小城市压力小 当时 现在想上 小城市看起来压力小 从长远看来 现在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小城市的机会也太少 是吧 你想找一个富裕 增添钱也很难 找不到 没什么单位 集中去IT没啥单位 了解上海 可以随便找个小公司 就能增添富裕的钱 都很轻松 这是事业方面 是不行的 反正此地躺平 同样家庭方面也是 家庭方面 我的老婆 总是和我唱反调 就是我们的世界观 是完全不一样的 总是震惊 对卖忙 随乎不用 因为老婆世界各种不一样 无论是看待 时事啊 教育之旅啊 还有家庭所持 所有方面 基本上都是不一样 都是唱反调 而且我老婆好像比较强势 什么都要按照他的 不按照他的 他一直要牟利 一直牟到你 统计他的 按照他的 才行 就是所有事情 比如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 我老婆在他原来单位 有一套房子 可以是一万块钱 就可以拿到那个房子 交一万块钱 其实产约什么都 也是 那个也是一个学校 但是 是我老婆工作十几年的这个明西兰 然后我老婆说 让你父母套一万块钱 我父母是农真的 当时家里还钱很多钱 拿不出 但是我丈人 丈母娘的钱值很多了 一年几万肯定没问题 是吧 大学老师医院的医生嘛 他们有哪个一万很轻松 觉得他们就是把寄了六万 我们到这个新的城市寄了六万 帮我们买房子 那你找一个月 找一两个月寄个一万就行了 我就把那个增养 那个单位的房子 买了 后来那个房子一拆 当时好像是四五四平房 反正也是一色一清 一个厨房 一个厨房 反正也可以的那个房子 虽然不是太大 后来一拆清 和他一起拿房子的他的同事 他们都分了这个很大的房子商品房 是吧 100多平方米的 当时我 我叫他把它买下来 他不肯 当时我也没钱 刚上网博士嘛 我家里也没钱 他叫我父母拿钱 他不是 让他父母拿个一万块钱出来就行了 虽然只有寄一万 把我们在这新的买房子 在这里买房子寄了个六万 也没啥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我贷款 寄了六万 我还去贷了六万 他们 贷款的时候 两个银行的人说 你怎么贷这么少 人家都贷几十万 是不是二三十万 你去贷了个六万 太少了 后来我回来和我老婆讲过 说我们再买一套房子 人家银行说我们 太少了 我们应该多在一起 再买一套房子 老婆说 这个六万还不是还 还 能不能还完呢 后来这个六万块钱实际上三年不到就还完了 当时这个房子已经两千一个平方 是吧 是吧 他如果和我想外一致我们再买一套房子 那这里就两套房子都是两千一个平方 因为我们这个房子是单位相当于福利的房 等于给一套房单位套了一半的钱 我们拿一半的钱 一共二十 算下来二十四万 够套一半的钱 所以当时如果再买一套房子就好 但我老婆她总共不一样 这是几个次 关键在交易资历上面 我老婆和我不一样 冲药的时候她就 小孩一回来就要作罪 不让小孩有任何休息 小孩三年去之前 我还给他带他去玩玩的 就放学之后 到外面爬山 或者到外面供粮群 但是从三年去之后 一回来 马上就进了小孩的自己的房间 就作罪 是吧 也不让小孩任何休息 他就赶紧的烧菜 我老婆就赶紧烧菜 说我来烧菜 你这个带小孩两个助力 有的时候我也帮你 那个时候我要看论文什么东西 反正就是不让小孩休息 然后还请外面的家教 述我辅导不行 然后教育理念方面 总是他比我高明 和外人数也是讲 他这个我的教育理念怎么不行 我的教育理念就是让小孩 不要整天学习 也要搞一些体育 体育活动和户外的活动 比如在想在家里 弄个乒乓球桌子 让小孩没事打他乒乓球 或者带小孩到外面去 活动 爬爬山 什么他不让 他必须小孩整天 带在家里做主意 不过后来小孩初中的时候 我让他们到美国去玩的 一个度业 然后在玩的一个度业中 玩的每天 他都要叫小孩做主意 我说去来玩就玩 你不要让他做主意 然后他们两个人 闹得半句话 他就命令小孩必须做主意 所以马上要那个 马上要开学 要教主意 你赶紧做 我说这个做不做 无所谓的 你为什么那个 他们两个也经常 只不天天吵 小孩也没生死玩 所以小孩基本上 没怎么玩 两个都在赌气这种 不过就是要高考的那一年 和小孩吵得也很厉害 特别是后半年 就第12学期 要高考的那个一个学期 小孩每次星期五回来 两个还好 心情还好 一个比较开心的 父母回家了 两个每次星期六 星期天就吵 吵了两个星期十天 不开心的到去消息 每这个都是楼子 就我老婆总是生物在焦虑之中 什么事都吹 像个催命鬼一样 做什么事 不过现在中逢也是的 什么事都吹 你马上就要弄 就是整天一刻不停的 在说一件事 其实可能就几分钟去做 他能做几十天 几个月 就这个中逢的事情 他已经从去年十一分 折腾到现在的 多少多少余了 整天折腾这个中逢的事情 而且这个中逢还是 包给人家中学公司的做的 他还要折腾 这个没大什么东西 弄的 烦死 其实 就包括到上海较大的时候 如果他支持我一下 那我那时就到上海较大工作了 那就不至于在这个单位混的不行 人两个在外面也没法找到副业住 就是在大人是上海 大人的机会还是很好的 所以现在我感觉这个是 没有到上海工作 特别是没有到上海交纳工作 或者上海航天局工作 这个也是一个大的事物 就是没有到上海是一个大的事物 当年找对象 找到我老婆也是一个大的事物 也是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 因为我老婆这个 我认为我老婆这个教育理念很成问题 我从小就 他不让我 他总觉得我不行 辅导小孩不行 因为有一次我辅导小孩 我就说 这个题目这么简单 不会做 我就说了一下小孩 然后我就说小孩这个太笨了 然后他就把这句话 反反复复的重 和小孩重 和外面的人也重 结果小孩就是说他笨 然后小孩就反过来就立反 就认为我讲个不好 所以 小孩从小学三年之后 我觉得 没有辅导过小孩任何的题目 就讹呃一几次 上初中不知道什么时候 小孩那个数据题不会做了 他就叫我把 答案告诉他 然后也不要我讲 我说我讲的事情 为什么这样做的 他小孩不要 然后小孩总说 我同学讲的还比你也好 你讲的老是讲不清楚 这小孩给我非常抵触 后来我就 我就和我老婆说 我就说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 如果作为你的小孩 绝对也会成为废物 就是我在小孩很小的时候 我就和我老婆说 吵架的时候说的 然后后来小孩高考 觉得考到学校也不行 考到奥本 是吧 他说 因为这个学习不好 他就要自卑 然后各方面对自己 去反省人 然后就是 反正不行 虽然上了一个研究生 他也是不行 这个研究生 也是糊糊来的 然后 我这个小孩是女儿 现在找了工作 工作职位 后来也不工作了 现在整天呆在家里 做事情 脱落了 整天就躺在穷上玩手机 然后点点外卖 他每天的事情就是 玩手机 躺穷上玩手机 然后饿了点外卖 家里烧的 他都不吃 就要点外卖 点个外卖 每次都有好多钱 就是 花钱很多 他每个月要把钱 纸巾块钱都要花掉 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也是的 每个月要花个纸巾块钱 就是点外卖 这是东西 然后我小孩也不住室 从小我就跟我老婆说 要让小孩做做事情 帮我们剪菜啊 什么东西的 他说 不行 把这个剪菜 什么做菜 浪费时间 把时间浪费了 他就叫小孩 借助注意 其他事情都不做 现在搞到小孩 什么事也不做 从来没死过我们 从来没在家里脱落地 他自己的日外也从来不死 就这样的 现在我老婆知道了 哎呀 那个时候应该让他多做事就行了 现在他后悔仁慈了 我这个女儿什么事也不会做 自己的日外都不死 不要说家里扫地 后再洗碗了 这是更不会做 他唯一会做的就是点外卖 然后躺在穷肠玩玩手机 所以我这个女儿 我对他早就不抱希望了 可以说吃地的 绝望了 我现在唯一对有一定的希望 就是什么 就是我女儿能够正常的工作 然后找到一个对象 找到一个男朋友 能够结婚 自己多力出去 不要将来一直坑了 坑到我们死为止 因为我预感到我这个女儿 可能将来会一直坑了 因为他这种状态 什么事也不做 也不会做 也懒 不是不会做 只要是懒得住 即使结婚了 人家懒得 最后也受不了 这样啊 就愣说懒得也受不了 老婆整天什么都不做 就日的生日 翻来三个这种 这肯定不行的 一个家庭 应该男女都要工作的 我老婆还可以 她还能做做饭什么东西 这一段好 实际功不合 有的方面还勤快 也不说特别懒 但有的方面 当然也不行 比如说我老婆老师 在外 每次把个脏的鞋子 直接在家里折来折去 我说 她每次把家里弄得很脏 我这个地再拖也没用 为什么 因为她直接折进来 她 其实不在乎这个家里的地板 所以我经常就是 反正就 任何事情也不报啥希望 不管是工作啊 家庭啊 资料 特别是一般人 觉得资料多好 两个在网上熏要 哎呀我资料考上什么大学 但我第一个我来说 没啥好熏要的 因为我就说 本人学习也不行 学习不行 其他做事了你也不行 到了这么大的 相当于好像一个初中生小学生的样子 这个思维还挺立着初中生小学生 就是不像一个正常的成年人的思维 哎 反正无所谓了 反正这方面都是失败 也就是长期经济失败 也就是习惯了 也没什么了 这是都无所谓 所以 主要我的这个 有的这个想象 中国这个社会 我的中国这个社会更加巨疯 怎么巨疯呢 因为这个 我们这个城市已经平一个文明城市 然后把这个城市的所有的流浪格都捕杀掉了 都现在这个城市里已经 只能看不到那两个了 就是为了为这个铺的文明城市 然后据说 这个很多那两个比虎没 是吧 挖一个坑 白天挖一个坑 晚上偷乐的那些 抓去的鸽 没得它虎没 所以一天 当我在私房门前 那个 很漂亮 私房门前 很漂亮 然后那个门前 那个喉也特别漂亮 当我在那边 那天正在下某某雨 那个几天 正是流浪格 比菩萨遭殃的 那个几天 感觉这个明明虚语 感觉就是 当我想到 对无怨一样的 就那一个时刻 我就感到很痛苦 因为我感觉 那个下的雨 好像都是那是流浪格 在哭泣的 哭泣 从这个 从那个时候 我就对整个中国思维 彻底拒翁了 彻底拒翁了 其实我支持了 四亿家庭之拒翁 那我 已经激热了 也比较平淡 但是我想了 那么多动物 被糊糊的给弄死了 所以我就 从那是吃的绝望了 反正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 没什么好处的 反正我对中国不保任何希望 这个社会 是非常大的 给我们的 包括我们的家庭之旅 其根本原因 还有事业 根本原因还是这个社会 如果不是这个社会 那必须做良致 那我的事业不会这么 这么出责 如果不是这个社会 如果不是这个社会的这个不公 我不会因为 呃 呃 交流主乱的话 这个指引停除 如果不是这个社会 那中国的小孩 不会这么苦 从小就无数的无穷的注意 把这些小孩压垮了 包括我跟你说 他们没有自日的 这个少年 童年 青少年都没有 他们没有这样的 这样的 所以他们这个是一个断的 他们没有美好的回忆 他们唯一的回忆就是 承重的注意 可以说 百分之成立的呢 我不知道农村 应该也是一样的 百分之九十以上 这是小孩 很少有小孩 普通家庭 这个小孩都是的 长期比中国的这个虚拟 催残催垮 所以很多小孩出现精神问题 然后这恶性循环 家庭内部 也是各种矛盾重重 我说的 虽然是以我自治的 来 所自治的 是以家庭自治 实际上 并不是我一个 中国社会 像我这样的 失败者非常多 他们和我一样 本来可以更加顺利的 但是 因为这个社会 就像流浪鬼一样 因为这个社会 所以造成了很多的苦难 好 今天就说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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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